2020選戰將至 新北市土城三峽選區立委 確定由新北市議員林金傑參選 林金傑指出近年來民進黨無視公投結果 以及年輕人低薪等問題造成民怨 希望自己前進國會 為民進黨的錯誤施政進行改正 新北市議員林金傑參選 也是有很多民眾的期待 我也是希望能夠到立法院來改善 我們這些政府的錯誤施政 我們來把它改善過來 除了立委選舉 這幾天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如火如荼進行 林金傑表示 參與初選的國民黨五位都是優秀人選 不論最後是哪一位勝出 黨內都會團結一致 在2020大選協力與民進黨拼搏總統大位 國民黨的這個總統候選人出來之後 我們團結一致 我們讓我們國民黨提名的這個候選人 能夠在1月11號能夠高票當選 來改變我們的現在的社會的亂象 尤其是蔡政府 根本完全都不尊重民意 選戰即將到來 從立委到總統 不管藍綠都是保衛戰 要能勝出必先得民心 數位天空新聞新北市土城採訪報導